朋友們聊世界影片有更新 大家好我是Leno 今天來看匈奴人對上哥德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寶地圖 好 那我們最近看到匈奴人很少出現 剛好MD也了 頂尖高手已經來玩了一場匈奴 那匈奴的最大特色是不用蓋房子 所以一開始可以省下很多的房屋木材 那這些木材就會讓很多傻田 經濟其實還算不錯的 那匈奴人呢 還有這個很便宜的馬功 馬功到城堡時代就有9折 第五時代8折 所以後期打馬功路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戰士匈奴人 他還有這個遊俠可以使用 還有這個打賴和騎兵 所以整體而言 匈奴人打一個馬功騎士路線是一個不弱的 但步兵路線是稍微弱一點 那馬功路線的話 攻兵會稍微防禦差了一點點 那整體而言 匈奴人還算是 沒有算說順利那麼高啦 但是就是堪用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viper viper是選擇了哥德倫 哥德倫的話 最大特色喔 就是吃這個斑馬啊 大象 豬啊 都可以吃9點 OK 這要熟村喔 這個跑掉了 沒有中TZ 所以哥德倫現在在前期的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 很適合每一把都打這個棒棒開局喔 兩棒棒甚至三棒棒 裝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哥德倫呢 還可以打這個極速肉馬 這個肉馬啊 早點開下去打一個18P 19P 或是17P喔 18P有點困難 18P 19P就差不多了 打一個肉馬的話也是蠻有威懾力的 而且這個肉馬量一次可以按到4到5隻喔 這個數量非常兇狠 而且還可以直接打2棒棒然後轉這個 這個刺猴打法 最近也是有看到 這個打法超級兇 一直棒棒勳的喔 如果你防守不太行的玩家喔 通常就直接被秒殺了 好 那哥德爾 Viper這邊是選擇要來蓋這個採礦地 來挖黃金 那很有可能這三個人挖金走向 就不會去走刺猴路線喔 而是會走工兵開局了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 Viper的地圖 Viper的地圖的話 偏難守 而且防守的投資成本太高了 好 這邊守下來可能會需要耗費大量的建築工去圍圍牆 好 導致自己經濟被拖爛了 所以 Viper這邊可以考慮小微支援點就好了 這邊支援點稍微微死 然後這邊也稍微微笑 就差不多 那果子區也是喔 這邊還沒有吃果子 偏晚 哥哥哥從現在還沒吃過喔 最主要是他的大象跟斑馬可以吃很久 所以沒有必要這個時間點去吃果子 好 那 Viper這邊優先補下了一個魔法 哇 這邊打4棒棒 太狠了 這個男人 人家匈奴人只能2棒棒 你看哥德4棒棒 還綽綽有餘 好 這邊直接看到對方刺喉 但是應該是沒有看到2棒棒已經過來了 好 但是 Viper這邊除了打4棒棒之外 還拉4村去要來插箭塔 那這個打法就是我們之前團戰有講到的 哥德的這個插箭塔棒棒塔弓喔 那很有可能會直接轉裝甲 OK 果然上裝甲了 哥德這個裝甲塔弓呢 算是團戰也蠻適用的哥德戰術 好 這邊只是圍一個圍牆 並不是 並不是建塔 OK 但這個建塔蓋好 但是 Viper家裡也是被稍微鬧到了一下下 但村民有稍微反擊喔 所以殘血村民已經回到TC下 待會 Viper可能會拉個2到3村去挖石頭 這個石頭可能要稍微圍一下 好 直接前線射箭塔 但是後方有個石頭需要 哇 這樣 Viper就很賺了 但是這邊要考量不要在前線挖石頭 如果在前線挖的話 就意味著他的塔弓進度會變拖慢了 所以應該還是勢必要在家裡挖石頭 而不是在外面挖 外面村民就是要繼續進攻 不能直接開始採礦起來 這樣子他的裝甲塔的威力就會稍微弱一點 那這個打法大概4、5年前 是非常熱門的 裝甲塔弓 不管是打這個競技場啊 還是打這個黑森林啊 阿拉伯 這個裝甲塔我基本上是萬用的 而且你在這個HD版的天梯上面 很容易打到1800分以上 那時候我看Chip每天都用這個戰術 瘋狂搞人 這個戰術非常強大了 這個在現在的Meta很少出現 我沒想到Viper就拿出來這個打法 好 這邊村民直接反打一下 直接把這個棒棒打到殘血 基本上沒有燒了能力還收掉了 OK 但工兵也在慢慢出發 電塔部分這邊稍微圍了一下 那有直接挖礦嗎 還是原地返回了呢 這邊直接吃你的果子 太狠了 這個男人 注意看 直接奪果 哇 這裡果子大概11吃 還可以吃到將近快500肉 有這麼多嗎 125 乘4 有啦 差不多 他有5戳呢 有幾戳沒有到125 至少快500肉 哇 白無盒這邊直接奪果子 讓這邊匈奴的 警記成本 又再更多一點 而且這邊都是出毛病 造成這邊沒有辦法 把第一時間反擊回去 你等一下出點 這個 刺吼 或是毛病來反擊 超有可能 但毛病的話 又很難打贏對方的這個 裝甲步兵 還有這個刺吼 他就顯得很微妙 好 當然這兩隻工兵 感覺要殺到村民了 村民這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防守 只能用自己的拳套去打 兩隻 工兵一直在爐爐小小 但是家裡是有補馬舅嗎 還是外面的馬舅的刺頭要出去回舊一下 不然這三隻村民可能會被收掉 哇 這個肯死了 這個沒救 死一村 首殺是由MBL拿下 那前方這邊依舊在大戰當中 這邊MBL拉了更多村民來撿 因為現在對方組合不太好 解決這些兵 毛病直接控一下 把MBL的工兵再打了回去 裝甲步兵也只是往前亂砍一波 好 MBL 這邊會很難受 這邊果子 這不是木區一直被打 好 牌婆等一下來一擊射 好 稍微補一下這個射程 好 那這兩隻工兵 欸 工兵是被解掉了 好 看起來是被解掉了 撞TC了 好 這邊現在兩邊都在大戰中 沒有時間去控外面了 好 這裡受不了 直接來踩石頭反擊了 好 裝甲直接砍死一村 哇 像1比1級殺數 哥德倫這裡還是有蠻大的優勢的 能跟箭塔有夠煩 好 果子繼續吃 好 三隻工兵再過來 來 這邊挖礦的村民就不能去挖了 這邊又只能在收村 哇 這樣讓viper這樣一來一往往回走就很傷了 所以MBL這裡打的還蠻不錯的 其實就是該這樣打 OK 就殺到兩村 2比2的比分 好 裡面又有一村直接被射死 哇 但是這裡有太多的村民直接過來打架 這邊要趕快毛兵先優先收掉對方的 這個工兵 這應該可以再拿下一村 砍死 OK 殘血的村民 剩下一隻跑掉 但是 Viper這邊的工兵跟毛兵全部死光了 喔 工兵還沒有死光 這裡還有 哇 但是viper已經殺到七村啦 這個兩滴血了沒有射掉 也很可惜 是我就想要在繼續裡面偷射射 這個能再射掉一村真的很賺喔 嗚~~ 好久沒有看到viper跟MBL 前期就打得這麼兇了 這場我也是沒有看結果的 中間也沒看 我只是覺得這個對戰組很有趣喔 就先來播播看了 所以其實我一天長期這樣補下來 一天可能會播個大概五六支影片 我覺得內容打得不錯的喔 我才放涨 所以大家可能就以為我只會播個一部影片或兩部影片喔 但其實這樣我是花了很多時間喔 在播影片的 然後在選擇影片中就覺得 其實日更兩部影片喔 壓力也是蠻大的 因為你不一定會找到有趣的影片 好 那MBL這邊打法還算是比較偏防守一點 並沒有這麼強軍事 因為他這邊也沒有足夠經濟可以讓他強軍事就是了 因為這裡可能沒有辦法出這麼多馬舊 哇靠 這裡又再算個兩村 很賺啊 好 這邊工兵繼續給壓力 果子快吃完了 哇 Vyper這邊經濟非常好 那 Vyper由於沒有挖石頭的關係 所以經濟來說並沒有太差 還能接受的狀況 加力沒有補個射箭廠 OK 果子凍吃完了 好 這邊再用前線的射箭廠去補兵 然後瘋狂的做騷了 MBL村民樹我們已經快要落後到九村了 好 那哥德爾 Vyper這邊可以考慮再下一個輪走 因為現在他這邊已經撒了第一圈田了 然後村民樹來到四四村 這個時間點喔 輪走技術是蠻適合的 比較容易上到這個城堡師袋 好 這邊先補一個一級木 哇 一級木沒有點 很難得 白盆通常都是會優先點一級木的難惹 但是現在由於軍師打得太強烈了 還在繼續補裝甲步兵 繼續進攻 這裝甲步兵可以考慮喔 直接先把這個射箭廠給砍掉 好 直接看到裝甲步兵 裡面的弓兵出來 想要反打一下 那邊MBL反打得不錯 但由於Vyper的裝甲步兵有異防的關係 其實還蠻難 蠻難看見死的 好 這邊這邊直接 站著被A 站著A 緊尬緊尬 好 這裡果然要挖石頭了嗎 前線挖了石頭 好 工兵 這裡被抓包 裝甲步兵直接上前A 但是 裝甲步兵依舊被射死 這個沒辦法 但至少把對方的毛病換掉了 這兩隻毛病就可以很輕鬆的輸出 好 下方這邊工兵也在往前走 但沒有看到MBL這坨工兵的路線 右邊這邊馬就 哇 開始打強軍事了 才剛才說MBL沒有打強軍事 現在開始打一個非常強的 直接野一個 馬就在這裡 好 司機再補一個 待會可以買賣一下 自己的黃金挖太多了 200多黃金 MBL 待會可以轉一堆落馬出來 好 MIPO的兵開始往回啦 他意識到自己家裡可能要大難領頭了 好 這裡沒有劍塔可以補 有點麻煩囉 MBL看到對方刺頭 大家來換 好 工兵過來 應該是有看到 但這邊只能撤 這裡如果直接硬蓋劍塔 可能會損失慘重 好 MBL能掌握到一村嗎 應該可以 這刺頭收掉 哇 又收了一村 這一村應該也可以 欸 這個女村民有點微 設施沒問題 9比4 住民宿稍微反差了一下 這邊工兵終於收掉到這邊 來支援的工兵了 這裡還補了一根劍塔 這根劍塔快要好 有機會蓋得好嗎 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裝甲步兵加上村民 不是村民 加上自己的毛兵 工兵 三種兵種 直接上前前壓 這邊村民只能選擇撤退 不能硬打 這邊只能跟對手跳個恰恰 好 正面的部分還是有再繼續出兵的 出這個小紅兵 但這兩邊都一定要準備上到城堡時代 不能再繼續打下去了 OK 兩邊下城堡時代的時間其實差不多 Blipper大概慢了快要30秒 但也沒有關係 這邊哥德爾還是有一定的威懾力 這邊可以考慮把這個4級跟麻糾心解決掉 順便防守一下家裡的經濟位置 好 鋪下一擊絕驚 哇 這邊是死路嗎 喔沒有 上面有洞 好 這邊工兵看到 刺猴 過來 先解決刺猴 刺猴解決掉就很好打 好 兵就會進行的追 工兵就去追工兵 追這個村民 好 直接棄村 欸 哪要低調 這種意思 哎唷 剩4滴 OK 再打掉 再賺個25 石頭 這個村民邊討邊蓋 肯定有趣 好 裝打步兵直接開拆4級 看這三隻 這應該算是兩隻啦 兩隻裝有加一隻長槍兵喔 打這個血量其實還是扣蠻快的 畢竟裝打步兵打建築物有外傷害的 好 第二頭工兵再度出發 匈奴人這邊打算去打 奴兵 開 那我覺得匈奴城堡時代 可以嘗試打這個馬弓 但成型還是需要點時間 好 先補一下二級射 好 家裡想要稍微圍一下 但對方的弓兵已經過來了 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雖然步兵稍微爭取一下時間 但是是要來 命送皇犬的裝甲步兵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右邊這裡有個洞 正義士應該可以爭取到這個劍塔蓋好 NBLH的放棄 哇 果然哥哥打出了一個 我們說的團戰了 塔防系列 各種插劍塔防守自己的領地 打起來就像波瀾一樣 這邊有挖士吼 所以可以提供很多劍塔的防守 這個劍塔可能很難騎得來 這裡終於拆掉這個事蹟 NBLD 先開出了TC 等於盧賓快要升級好 這邊可能會轉一下這個戰毛兵的升級 欸 不轉戰毛兵 直接轉常見兵 然後升二級防 然後待會再補一個軟甲是不是 哇 很有畫面 好 但有隻騎士直接砍了過來 這個馬就開始在慘騎士了 這一坨工兵騷擾這邊 挖木頭的村民其實有點難受 好 Type 二級防機已經要好了 圓防3 這個可能要直接徒手拔到這根劍塔的感覺 風兵想要繼續繞 但是這邊騎士直接上來硬砍這邊的劍塔 這邊有沒有按一些長槍兵呢 沒有 長見兵直接要硬上了 這邊硬上結果感覺並不賴 但是還是被弓兵Counter 弓兵依舊還是有主動權了 這個要怎麼追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現在還沒有護衛技術的樣子 好 騎士過來防守一下 但騎士直接被砍倒 更多步兵直接上前A 好 這裡直接把劍塔給蓋好 然後補下了一個TC 存在中心蓋下去 這裡長槍兵也駐守在這邊 劍塔順利守住 風兵這邊想要偷臭名 但沒有彈道學射得點歪 BIPER這邊也是嘗試要進攻 但是MBL也組起了劍塔防守模式 到處都有劍塔 各種插爛 外面這個石頭也快挖完了 相對BIPER其實算有利的 這個石頭可以把對手的石頭給挖掉 很賺 圓宮兵依舊打不到東西 這邊用了各種劍塔火力交叉 這邊直接拆掉了一個建築 這邊在投射一個殘血村民 來可繼續收村 3TC補一下 準備開農 但現在肉有點不太夠 對方在扣農田的關係 所以肉量一直起不太來 而且現在又在按這個常見兵的關係 這邊三旅可能要小心一點 可能回頭奴兵會直接 回頭射個一發 但因爲我並沒有想要回頭開戰的意思 選擇撤退 好 特地補一個 龍腿機製造所 出一下投射車來解決一下這邊 煩人的工兵 好 弩兵直接往後 想要直接打嗎 但這邊選擇 繼續射常見兵 啊 但是 突然想到欸 哥德爾是沒有軟甲的 什麼搞P啊 不野 之前的影片我一直在抱怨 哥德爾都沒有軟甲 奇怪 其他不兵我民都有 啊就哥德爾沒有 但是哥德爾真的是 有軟甲好像真的會太強 但我覺得他沒有三級一房 給個軟甲好像稍微平衡下來 好像也是可以的 但這是我個人見解 官方可能不這麼覺得 好 常見兵繼續追 這邊要打了嗎 沒有 哇 這個城堡有起不起來 有點難受 消影太多了 好 常見兵加長槍兵 直接硬拆掉這個 馬卷應該沒問題 那個森林能跑回去嗎 好像可以 哇 很可惜 倒地 差一點 所以 頭車砸了一發 三個毛兵直接倒光 IPER這邊稍微 10歐負了自己的領地了 這根竟然還沒有解決掉 但這邊 四隻村民已經做到最多事情了 之後也是挖好挖滿 好 頭車一出來 家裡應該可以蓋好這根城堡了 好 這一坨常見兵想要直接生路開砍嗎 但裡面很多TC跟箭塔 還有一隻獅子 在後面追 連大地之母都是NBA合了 太狠了 這個男人 好 這裡偷偷拉兩隻 常見兵去砍弓兵 直接砍死一隻 這邊要來砍掉根箭塔 其實是很快速的 這根常見兵打進出 傷害速度非常快速 那血量掉得非常快 雖然後面兩隻常見兵已經倒了 但是順利收掉了一根箭塔 其實還不差 OK 常見兵 戰術似乎有成 這根建築物還是沒有收掉 好 這邊直接鞋跟城堡 要來拆掉這根箭塔 然後這根射箭場 攻兵順利的把野外拖挖石頭的村民給解決掉了 好 這裡中不需要輪軸技術 看來是要直接上手這一側了嗎 有點像齁 好 外婆已經撿到兩隻生物了 找到了一隻騎士 喔 還蠻血的 不錯不錯 好 外婆點下了彈道學 喔 不是外婆 NBA點下了彈道學跟品種 可能是要來轉馬功囉 好 彈道學跟品種這兩顆技 一看就是 馬風路線 好 這裡補一根城堡 品種應該可以打得幾好沒問題 哇 這根城堡蓋不好 只撤 對方兵有點多 MAP反應速度非常快 好 前面看起來不用看 基本上都被拆光了 來看一下VIPER這邊的終極防守 來 二防點一下 二防點一下的匈奴 看來 不是要來打 馬功爾是要直接打遊俠了嗎 好 常常滴守衣服果然底下了 直接續點 守飛車 那守飛車一點嘛 應該就可以順利點到這個地龍死蛋了 那這根城堡我看等等要不要取消 頭子所以沒有上前想要阻止的意思 哇 這個直接點下無戰斧狀態 想要用均勻直接產哥的衛隊 來了 這個就是哥的人最強的時期嘛 這根城堡 緊噴 緊噴要到地龍死蛋才可以點 哇 直接射死一村 喔 一隻老頭 喔 很賺欸 那個點射很準 好 前線蓋城堡 結果被騎士抓包 後面一隻長鄉兵過來拯救一下 不好充滿 OK 這隻騎士也過來解 後方領定有點尷尬 騎士直接殺進來 哇 頭子車可能也要被解掉了 哎呀 直接硬解頭車 頭車沒了 這些工兵就很麻煩 但是這邊直接撞TC 撤了點傷害 這邊有彈道學 現在奴兵非常的有殺傷力 想射誰就射誰 哇 這一村也死了 iPhone充滿速度稍微下降了一點點 但前方這邊慢慢守住了 這邊可以再補一個 把木場 好 這一坨大軍 不好解 真的不好解 要按比較多長槍兵喔 加個的威隊才能解掉 好 這個城堡果然取消掉了 然後再把城堡距離往外插 距離有點遠 看這邊騎士直接抓包 MBL直接把自己騎士拉到城堡下 直接開砍 哇 這樣viper有機會打完 哇靠 這邊居然怎麼又打起來 我們稍微buck一下 不要看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看一下 這邊NBL直接衝撞一下 用騎士稍微佔了一點高地 奴賓往高地走 先優先射掉長槍兵 哥德威隊去追奴賓 但是這邊奴賓也是很順利的把長槍兵全部收掉 所以造成哥德威隊抵抗騎士的效果並不好 但這邊直接撞提西 直接全部送光奴賓 這邊哥德威隊使用數量壓制 稍微反打的回去歧視 本來是這樣打的 但前方的城堡並沒有辦法蓋好 NBL這邊就直接殺了過來 然後阻止對方蓋城堡的慾望實在太強烈 哥德這邊真的是打得有夠辛苦 其實是現在的版本 還是覺得哥德人並沒有這麼好用 打起來是有點暗暗的屬性 偏防守 好 工兵這邊直接拉走 先優先射村民跟長槍兵 長槍兵先射掉 騎士就有很好的發揮空間 好 騎士雖然夠太多的關係 哥德只能選擇撤退 折日再戰 好 白河村民來到115村 那NBL這裡沒有想要斷兵 上帝龍時代的意圖 所以白河這邊可以考慮 直接爆兵一波 再把農田撒更濃一點 待會直接一套帶走他 哥德爾衛隊 跟長槍兵的造價是很便宜的 好 補下個急功 好 這邊再賺幾個農田 好 不虧 這個馬就還繼續用 1 2 3 賺了3片田 第4片田也要拿下 好 這裡再補一個軍營 這邊要再次嘗試突進了嗎 下更多軍營 但家裡防守有點空虛 右邊的臭命可能要撤一下 哇 這個一撤經濟又再爛了一點 這邊直接用大軍直接 猛豬突進 長槍兵加哥德爾衛隊 直接上前硬套 破管高地優勢了 我第一處也要硬上 這個二攻一好 感覺有點擊潰 但不確定 因為騎士數量有點多 果然還是被收掉了 好 這個城堡依舊沒有蓋好 這塊金鑰匙拿不下來 viper是不是要GG了呢 匈奴開始打出自己的折扣馬弓 折扣馬弓到現在就會有點用處了 密歇領這個安息人戰術 打長槍兵有外傷害 騎士在前面彈 紅兵也是忙忙輸出 這一波交戰 感覺viper會輸 感覺沒有機會了viper 這邊兵送的有點多 好像導光 viper這個城堡依舊蓋不起來 雖然正面騎士獸差不多 但依舊難解 但是兵又慢慢補了過來 這邊似乎有打贏的跡象 但是馬弓也是後續一直貼了上來 長槍兵繼續輸出 趕快把這個騎士砍完就有機會 馬弓也是進行為超 長槍兵繼續輸出 OK 這邊偷偷打村民 隨時來照一下 好好精彩 這波真的是打到頭破血流 我看他們兩個沒有要上帝龍的意思了 城堡打到底 很有可能 哇靠這個城堡居然搶回來了 我的天 金礦你拿回來 哇很讚 這裡還殺了一 除了一波村民 MBL只能先行撤退 哇MBL居然打輸了回家 剛剛還以為MIPER會輸欸 哇MIPER直接逆轉回來 這就是哥德爾衛隊的 哥德爾人的食物減免效果 一隻安一隻爽 OK 總共可以把這個城堡給蓋起來 這邊直接再分個兩隊 MIPER的自習室騷擾 哇 這邊挖金礦直接被抓包 MIPER表示WTF 你怎麼在我家裡挖金礦 好 這邊大軍又要再對峙了 誒 但是MBL打出了GG 哇 直接撞到你的正面部隊 直接打穿不完 呵呵 這個投降有點快 大家可能覺得 VIPER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然後後期的哥德爾 待會帝王時代又緊噴這個科技 可以讓均勻增加100%的生產速度 待會經濟又很好 無限的這個步兵淹過來 這個其實馬國來說會很難受 還好打這些步兵團 那我覺得VIPER這邊打的真的很精彩 這個步兵 我以為他在下水餃 沒想到 他水餃的是NBL 這個有點讓我意外 那後面這一坨挖野精的抽屜也被發現了 那我不太確定 這個NBL投降原因是什麼 但也很有可能 是擔心待會哥德爾緊噴出來就輸了 很有可能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方面有VIPER拿下了一點優勢 黃金上稍微輸了一點點 石頭上已經蠻多 而且重點是有試生物 有可能NBL是看到試生物 覺得沒希望也是有可能的 食物獲取量非常多 還到了一萬九 多了已經是七千耶 這些七千食物換成肉量 換成這個步兵單位 確實可以換出蠻多的 那VIPER這邊經濟顧得非常好 手推車輪走直接補上 那NBL這邊反而是忘記要去補這個輪走 所以經濟非常的差 所以導致他覺得自己落後對手太多了 那分數也是 確實面表上面也是落後一些些 那我覺得哥德爾在這次改辦 雖然沒有非常強大的優勢 但是前期的這個打獵技術 確實讓他可以打出很多新的黃雅出來 那我覺得有點是僅限於 麥可這些選手 就是高登選手 才可以打出這麼有用的戰術 一般玩家來玩 可能覺得哥德爾的這個征服 並沒有那麼明顯 但對於頂尖高手來說 是征服蠻多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要我們的腳 就是我們上個個第一次 小課 請稍後